欢迎收看 怀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大家好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 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的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是的 2.0版今天正式推出 请老朋友新朋友继续给我们多多的支持跟鼓励 马上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来欢迎第一位前立委文化大学教授郭正亮教授 教授好 大家好 继续来欢迎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教授 教授好 大家好 还有来关心的 来欢迎的就是我们的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张静大哥 张大哥好 大家好 最后来欢迎科技顾问乌林强教授 吴教授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您好 好 马上先在节目一开始来关心的也就是10月1号是中国大陆建国72周年 可以看到美中大事谁定主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9月30号他特别发表了对外的谈话 表示对于中国大陆的国庆祝贺之意 在中国庆祝十一之计仅代表美国表示祝贺 美国寻求合作解决美中共同面临的挑战 但是在9月20号 29号也就是在930之前的前一天 这个同样是布林肯他特别在对外谈话的时候表达了 美国跟欧洲这个盟友都看到了中国在商业行为上面令人不满的地方 美国如果与欧洲盟友合作的话 有机会看到中方改变的作为 那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中国大陆的驻美大使秦刚 在9月28号他对外表示 将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的精神 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 那么妥善管控分歧的基础上 推进协调跟合作 首先要请教的是郭教授 您怎么看 其实在去年2020年美国方面也是由国务卿 当时的国务卿是庞贝欧 那么表达了对中国大陆的国庆的祝贺之意 今年是由美国的布林肯 国务卿也是代表了美国来表达祝贺 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层级 我觉得这个就是形式上 就是因为拜登还是期待跟习近平本人 来做一对一的高峰会 所以国庆大概就由外交的最高的长官 来表达祝贺之意 那当然你看到北韩是由金正恩本人 那是不一样 不过我觉得现在吐露出来的讯息 大概也是竞争跟合作是交杂的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北京对凯瑞提出的这个 希望中国不要在外销 燃煤电厂到全世界去 那他也同意了 那这个算是一种善意的回应 然后美国也结束了那个孟晚舟 做了延期的诉讼协议 所以我觉得大概也在开启和善之窗 合作之窗 比如说气候变化 或者是经济复苏贸易战的议题 或者是还包括疫情合作可能比较困难 那可能还会有区域性的政治议题 比如说伊朗 阿富汗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那个合作面在开展 可是总的来讲还是竞争的 甚至有一定的敌对 比如说AUKUS 那就非常清楚 那个就是远程布局的一个敌对的僵持状态 张教授怎么看 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在2020年的时候 也是有时任国务卿的庞贝欧 他代表美国表达祝贺之意 那再往前推 2019年是当时的川普总统 他是亲自表达合一 不过今年看到的是 他是演习了去年 您怎么看 我想基本上美中的大国的关系 就像刚刚郭教授所讲的 这个大国的关系 其实基本上是一个高度竞争 这是讲的好听 其实就是一个对抗 以及必要的合作 那这些合作就集中在有关一项 气候生态变迁的问题 那伊朗的问题 乃至于包括北韩的问题 乃至于包括其他各式各样双方 可以在其他一些议题合作 所以他基本上的基调主轴是很清楚 就是一句话 这双方是一个斗而不破 斗而不破 好 那不过在这个布林肯祝贺中国大陆 十一国庆的前一天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布林肯出席了美欧贸易和科技委员会 在记者会上面 他批评了中国的贸易行为 也表示美国跟欧洲同样不满 特别点出了补贴国有企业 还有强制技术转让 窃取智慧财产权权 以及不公平竞争这四大区块 我想特别也看到在这次 包括德国 德国大选中间偏左 就是社民党 他现在版图是扩大 不过今天也提到说 他们要在组这个联合内阁 其实有一点点难度 那我想请教张伍岳教授的是说 您怎么看就是 在这个拜登政府 联欧至终 未来这样的一个方向 我想短期来讲 这次德国大选 虽然政局会发生变化 因为第一个目前德国的政局 是有什么 是一个大联盟的政党 就是基民党基社党 以及包括社民党 这两个大党通通在联合政府当中 那选举过后大家一致会认为 这种大联合政党基本上不复存在 那因此有可能最大的所谓的 得票率的政党就是社民党 他大概有将近206席嘛 应该是会由他进来助政 可是德国目前的政局是什么 他是属于两大三小 两大就是社民党现在变成最大党206 那另外一大就是基民党基社党196 那另外一个最值得注意的是 绿党118 对 那还有什么 还有自民党92 还有另类选择党 这是我们所讲的AFD 他有将近什么 他有将近83席 那左翼政党是比较小的 所以他是两大三中一小 是 所以很清楚的 谁要执政 必然相当大一部分 要取得绿党或者自民党 这个两个政党 可这两个政党到目前为止 其实他们对中的政策是比较强硬的 特别是绿党的政策是最强硬的 他们是反对目前为止 中欧的这样一个经贸协议 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 梅克尔虽然是属于一个基民党跟基社党 但是他过去执政16年 他有12次访问了中国 甚至在他担任主席的任内 也批准了有关于中欧的这样一个 所谓的经贸的协议 甚至他对中国的人权问题 在很多做法上跟美国并不完全一样 所以大家一致认为 短期内的这样一个 所谓的美国跟欧洲之间来抗中的政策 不大会有很大的改变 那具体的等到明年的 有关于G7会议当中的 人质国主席德国方面 他们应该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对 波委员说这个 德国的总理梅克尔 他可能要伤脑筋到12月的圣诞节 好 接下来的焦点还是转到美中对抗 我们看到华为的财务长孟晚舟 在经过将近三年的法律战 终于获释回到了中国大陆 不过CNN是持续的追着表示 美金政府自身全球信誉跟形象严重受损 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更是强调 必要是会对中国电信华为来进行进一步的动作 华为去年因应这个美国高压的制裁 把旗下一个平价的手机品牌叫荣耀 拆分成一个独立公司 不过这个Counterpoint 他们公布了这个最新的资料 荣耀在八月份在中国大陆的市占率超越了小米 那晋升成全中国第三大的手机品牌 好 要问的就是美国商务部对于这个荣耀 有没有可能会把它这个放在禁止出口的名单 这个部分我想请教一下吴教授 您怎么看 我先给你答案 就是我觉得可能性不是非常高 为什么呢 因为华为的核心竞争力是通讯技术 通讯技术可以拿来做什么 做手机 手机是消费的中端商品 也可以拿来做通讯器材 还是B2B的 就像基地台这个交换机等等 是卖给企业 卖给这个通讯的运营商 那这两个方面呢 手机不是主要的美国的标的 如果手机是美国主要标的的话 那就不是光华为手机 什么OPPO 小米 VIVE都可能会被打击 当然小米呢 去年曾经被列为黑名单 但是它还是非常少数的 还翻案成功 申诉翻案成功的 所以手机不是主要打击对象 美国会看上华为 是因为华为的通讯技术 在这个企业这些方面 或者卖给这个通讯设备厂商 这个太强了 那你刚刚提到蓬佩奥对不对 蓬佩奥去年在8月的时候 还提出一个这个5G的 这个所谓的干净网络计划 就很明显 这就是一个证据 就要打击华为 为什么呢 因为它那个5G的 干净网络计划里面 有好多个层次 其中最底下那个层次叫做Cable 就是海底电缆 华为在海底电缆 有一家公司叫做华为海洋网络公司 那华为自己占51%的股份 其实它早在前天它就把钱卖掉 2019年它就把它已经卖掉了 因为它已经注意到 美国就要针对它 可是蓬佩奥在去年还是提出这个 所以美国真正的重点 是在这个网络的通讯 当然我这样讲 你可能会问说 那这样就不要打击华为的手机 为什么还要打击它呢 原因在于华为的手机 其实是华为营收里面的金鸡母 汇下金丹的这个母鸡 它占华为的营收40% 对 占40% 所以它把它打掉了 华为的营收大受损失 从这个去年曾经华为是 世界第一的手机的品牌 降到现在已经排行榜 都看到它的名字了 所以没有了这个收入以后 它就没有足够的研发经费 然后能够支援它 将来再开发6G等等 所以这个等于是 把它的这个营收给打乱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美国应该不会再去追杀荣耀 虽然美国我记得上上月吧 有几个众议员 还真的提出这个想法 但我想是没有必要 也没有成为法案 我想这个应该是不需要的